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时 武昌职业学院网站海军与战略支援大队 陆军一大队 空军大队 国防与武警大队栏目等页面 都经现习近平的十八层地狱罪名录图片 页面上还标注着天理不容习近平 该下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内容中不仅注明了十八层地狱的罪名 还减述了进到每一层地狱的原因 比如 第一层 拔舌地狱 一带一路欺骗合作国家 第二层 剪刀地狱 外交部长禁告陶磁新闻 第三层 铁树地狱 涉海外警察局严控异议分子 第四层 孽敬地狱 习近平独裁制无限连任 第五层 蒸笼地狱 隐瞒外泄新冠病毒根源 第六层 同住地狱 秘密清算反送中 白纸革命人士 第七层 刀山地狱 迫害西藏 新疆 灭绝少数民族 第八层 冰山地狱 漠视政要性丑闻 打压受害者 第九层 油窩地狱 清算民间企业收割其资产国有 第十层 牛坑地狱 第十一层 石压地狱 暴力活摘法轮功 良心犯的器官 第十二层 春旧地狱 自己奢华宴请 外国政要 却要人民节约 第十三层 血迟地狱 城管 农管 文管对人民暴力执法 第十四层 枉死地狱 高官陆续莫名因抑郁自杀被消失 第十五层 折行地狱 对反习的人冠以罪名秋后算账 第十六层 火山地狱 豆腐渣工程酿各地水患死伤惨重 第十七层 石魔地狱 第十八层 刀具地狱 盖牌失业率任凭经济萧条生灵土炭 此外 中国南洋国防教育基地的官网首页 也赫然显示习近平的十八层地狱最名录图片 而位于湖北武汉市的海军工程大学 其官网首页 在学院新闻和学科简介栏目下的主要图片位置 都被习近平的十八层地狱最名录图片所掩盖 目前 海军工程大学官网已搜索不到 恒大集团充满人 前中国首富许家印被当局抓捕后 恒大敛财骗局也随之曝光 除了许家印的交涉引役 豢养妓院恒大歌舞团等丑文外 又被曝出设有公检法等显为人知的内部机构 10月1日 赵兰健在X账号上写道 对恒大内情了解 来自我直接两位亲属 堂哥市 某市政府局长直接认识许家印 和恒大第一大秘书交往很好 表弟毕业后直接进入恒大集团工作 升迁很快 很快就进入了恒大总部纪监委 检察院或反贪区这种内设机构 等于是恒大集团内部的公检法系统 随着表弟职位的升高 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公司内部举报 每一个举报材料涉及到的亲和 内部关系 外部关系都是惊人的 更是极其复杂的 房地产所涉及到的问题是每一个省市错综复杂的官商勾结 巨大的家族 巨大的政府背景的直接利益 而内部的决策直接影响到各地政府和各地公检法的配合 以及最终态度 也就是说 各地真的公检法系统要参考恒大集团内部假公检法部门的决策意见 中国如此惨烈的房地产大乱局 全是许家印和中共各级政府联手做的罪恶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 都不会存在这种极其残酷的压榨 这才是中国官商勾结的最大罪恶 他们吃定的就是中国的百姓韭菜 恒大内部反贪局的每一个报告的递交和审批 都意味着下面公司和个人或者某些政府机构的利益 这个部门的压力超大 各地恒大分公司项目部的贪污腐败举报信像血片一样飞来 2016年 恒大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表弟已经被这些工作量快要压垮了 恒大公检法反贪局纪检委才是恒大特色企业文化的精神内核 许家印对恒大的组建设计 除了私设公检法和歌舞团外 恒大开会也模拟中共中央最高会议的会场布置 只不过规模较小 网上流传的恒大2017内部会议的一张图片 显示了整个会场布置采用了中共的红色 许家印的座位设置在正中间 类似习近平党代会时的座位 背后是左右两排干部 前方是员工 除了开会模仿习近平的位置和架势外 许家印所修建的祖坟 也是缩小版的习仲勋目的 据网络信息和X用户亚洲金融的爆料 在恒大建立20周年时的2016年 许家印修了一座占地15亩的豪华祖坟 外围是高墙清华 里面假山 喷泉 古树等装饰 应有尽有 恒大鼎盛时期 雇佣了8个人同时看守墓地 公开资料显示 习近平上位后 也把习仲勋零元修整了一番 由原来的战地8亩 扩展到4万亩 墓地内长期有人打理草地 修剪树木 清洗习仲勋雕像 门口还有警察把守 据NTDTV报道 中国红领导演陈凯歌 近年来策划并独自指导了 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影片三部曲 9月28日 其新推出的影片 志愿君雄兵出击在中国大陆 香港及澳门同步上映 票房却十分惨淡 此片仍然采取了所谓主旋律电影的老套路 利用宏大叙事叠加所谓爱国主义来进行政治宣传 同时网络众多明星参演 以明星效应来吸引观众 为了煽情 这部影片中加入了毛泽东长死 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死于美军空邪的内容 毛岸英的故事在影片中只是很小一部分 但由于这个题材比较敏感 在互联网上成为了网民们热议的焦点 毛岸英因蛋炒饭丢命的故事 再度在网络社群中被热传 有中国网友由此发出呼吁 将来如果中国再次发生战争 让领导儿女先牺牲 不过中国网友的这些讨论 很快就被中共网管封杀 目前在豆瓣网和微博上 关于这部影片的讨论 已经被中共通稿式的官宣评论所覆盖 但炒饭也再次被中共网管列为敏感词 关于毛岸英之死一直以来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 毛岸英围起在彭德怀办公室中 用金蛋炒饭时烟团冒烟而暴露目标 被美军轰炸机丢炸弹炸死的细节 最早是在原中共元朝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所撰写的回忆录 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显为人知的真实情况 一书中披露出来的 针对陈凯歌这部主旋律新片碰壁的现象 法国独立电影导演时评人王龙蒙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陈凯歌打造的这部高浓度的鸡血影片 很符合北京当局的口碑 不过尽管陈凯歌在影片中极尽煽情 但片中没有对生命的尊重 而是鼓励韭菜牺牲 结果这种蒙汉药失灵了 网友喊出 让领导的儿女先牺牲 是给这部片子最好的评论 居住在新西兰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建则指出 陈凯歌的影片已沦为官方工具 扭曲了真正的事实 当年是斯大林要求毛泽东打到朝鲜 去跟美国对抗 完全是不亦之失 就是让中国年轻的士兵去送死 当初 毛泽东让不具备基本军事知识的毛岸英 去朝鲜战场 就是让他去读金的 为他将来切斑 成为毛二世做准备 没想到 毛岸英为了吃个蛋炒饭 居然在战场上明火做饭 最后被美军的飞机炸死了 反而让中国没有一下子变成朝鲜 陈维建表示 民族主义是中共忽悠民众的最后手段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 现在也开始不管用了 能够被忽悠的人越来越少 他说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的经济利益受损以后 也开始认识到了他们是牺牲品 这些网民开始觉醒了 才在网上冷嘲热讽打仗 你们权贵的儿子去打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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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